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講七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有些藥真的要吃一輩子都不能停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好好控制也能擺脫吃藥人生喔 三位藝人又有哪些腦人的經驗呢 人難免有病痛 但有些治療讓病患非常害怕 感覺做人就回不去了 有些藥不吃的感覺 就一輩子不能停嗎 真的是如此嗎 今天來聽聽醫師來講 正確的醫療觀念 吃不完這些藥一吃就是一輩子 是這樣子的嗎 其實很多慢性病的病人 一聽說他高血壓 糖尿病 一說他吃藥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好像很怕說 只要一吃藥就會 就會逃不進去 那其實是這樣子 很多病假如說 你可以用生活調整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減緩的 其實糖尿病跟高血壓 這些慢性病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我有一個病人是這樣子 他來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是糖尿病 好像幾年了 他一直在吃藥 那我最近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中間跳了大概好幾個醫生 他就沒有進去給我看 我上一次看他的時候 是一年多一次 那個時候糖化血測數 大概才7.1 其實控制的是 雖然已經本來是在變原子 但是起碼幾年來 都是維持這樣 可是這年來 他中間跳了兩個醫生 我沒有看 我就看一下他的報告 突然變成9點多 快要10點 我說你這樣子不打針 可能會下不來 你這年突然的退步太多 他說前一個醫生 也跟我講說要打針 我逃走了 我說來這邊你看 會不會用打針 我說其實打針 根本不用害怕 他說會不會一打就不能 一輩子都要打下去 我說你只要好好控制 回到7以下 降到7以下 我可以讓你不用打針 而且你只要好好聽話 一定可以打下來 他說打針會不會可怕 我說這個針 就這麼短一點點 我說其實現在 有很多小孩子打生長技術 我說自己打 那針只有一點點 我說你感覺上 比蚊子咬還還輕 他說不信的話 你去拿了針 點了藥 我當場示範給你看 所以他就聽我講話之後 然後我就跟他來開藥 然後跟他講說你怎麼做 回去怎麼做 接下來你回去 你照時間打針 照時間量血糖 犯前犯後 犯前犯後 加上睡前 我說你一個禮拜之後 過來找我 因為他從來沒打過 一個禮拜就要回診 他來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我就抽一個 隨機血糖 2到34 那的確是非常高 那回去他認真打 到他回診來的時候 滿點笑容回來 第一個 他覺得打針不困難 第二個 聽話照做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血糖 甚至他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點低血糖 我說是多少 他說他自己量是112 我說你現在下去量一下 到樓下量食 大概120左右 我說現在這樣子 這個是剛好達標 我們這個藥量式上 就可以維持這樣子 我說我第一次 給你這樣試用 你下禮拜再回來一次看看 如果你下禮拜 還往下降的話 我們甚至這個藥 還可以往下調 加上你的飲食調整 所以不一定 一輩子就要吃下去 只要你好好的調控回來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發生這種糖尿病 已經相當嚴重 你本身的胰島素 已經知道不夠了 其實一輩子吃藥 也只是一個補充 荷爾蒙 因為其實 胰島素就是我們身上 一種荷爾蒙 它是控制血糖的荷爾蒙 那當然它還有很多其他 主要調節生臟 改變的一些脂肪的代謝等等 但是這個等於就是一種 荷爾蒙療法 你的荷爾蒙不夠了 你非得要吃療不可 所以這個不是打針吃藥 一輩子的問題 而是說 維持你健康 它是必要的 所以其實不要對於藥 有這種害怕 那有一些人其實是 勸他不要吃藥 你知道我有些病人 來的時候是這樣 先問完這個藥之後 宋醫師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袋子打一開 裡面是一缸子的藥 所以他太要求 病人其實很千百一種 有些是怕吃藥 那有些是 一缸子的藥亂吃 我還有一個案例才好笑 就是媽媽來 就是女兒帶著媽媽來看高血壓 我說你的血壓 血壓還蠻高的 那你這幾年是怎麼治療 他說我都吃我老公的 那你老公的呢 我老公都要給我吃光了 就是有病 正常的吃藥是對的 可是你沒有問題 亂吃藥也是不好 那個 剛才說到時候講的 我們接觸的民眾 發現有幾個特色 怕吃藥 因為怕吃吸藥 因為他們的觀念裡面 覺得吸藥有毒 肝臟 腎臟 代謝 好像會被受影響 然後會活不久 反而很喜歡吃一堆補藥 我舉兩個案例 有一個27歲的女生 他來的原因就是說 他在家裡用他媽媽的血糖 因為媽媽有糖尿病 他想說那來測一下 他其實他在測的時候 因為有看瓜哥的結果 他已經已約知道有一點問題 因為他大概 他從55瘦到50 女生很喜歡 可是他喜歡 因為他也沒什麼運動 飲食也沒有特別控制 怎麼會瘦呢 突然瘦 那就驗了一下 驗到他的血糖 400多 他嚇到 他的第一直覺 也不是認為他有問題 他第一直覺 血糖計劃 血糖計劃 因為糖尿病有問題 他就是眼花的 來醫院檢查 其實讓我們的檢查 除了單次血糖 我們大家民眾也都 越來越清楚 叫糖化血射數 因為他可以看三四個月的 一個平均值 一夜那個糖化血射數 都已經超過八了 那沒有再懷疑的 就是糖尿病 那一宣佈他就是糖尿病 就是要吃藥 他就是剛剛好桃大哭 你很難想像一個 二十幾歲女生 在整間就開始 那為什麼呢 他就是想到 他活不久了 我說不會活不久 糖尿病 我就舉我們 李賢總統的例子 李賢總統九十幾歲 前陣子不是才去日本 腦筋又清楚 他還可以到處走來走去 我說三高的人 都可以活到九十幾 那我們怎麼會怕三高 重點就是好好控制 配合飲食跟運動 甚至我們有少數案例 你真的是可以不吃藥 可是一定要配合 你沒有配合 然後糖尿病的指數一直高 藥只能越加越重 那第二個案例 是一個三十二歲的男生 他就是血壓高 那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有家族遺傳 他的老爸在五六十歲 也是血壓高 就要開始一直吃藥 他三十二歲就要吃藥 他覺得沒辦法接受 他有一次就是 我們很快把他診斷 這個最慘的 這叫 這個不馬上開刀 死亡率非常高 那所以我們在一個小時內 並希望準備好送開刀房 好不容易把他命搶救下來 那後來我一直質疑他說 你就明明知道 爸爸血壓高要吃藥 你為什麼不吃 他就一直想到年紀 他說他 我說你 你把它想成是你生活一部分 就像我們要吃三三 那你的血壓是 你就好好控制 好好吃藥 好好控制 才有機會把這個吃藥的人 有機會把他降下來 像剛剛吳吳講的這個 高血壓糖尿病 其實它的管控 的確是比較困難 那我剛剛 我就來講三高的 另外一個就是高血脂 其實這個 這個 降三三肝藥子這個藥 如果說大家有三三肝藥子 高這方面的問題 你如果吃藥 其實它是有很高的機會 是可以完全停藥的 那我手邊就有一個 很成功的案例 那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性 他就是跑業務 大家知道三餐不定時 然後又吃外面便當 礦肉飯 那這沒辦法 那他們公司都會有體檢 每年體檢 那三四百 三道三肝藥子 膽固醇倒是還好 那今年 他就覺得 也是覺得怕怕 就是說 看瓜哥節目說 好像要來看一下 是不是要吃藥這樣子 然後他就來諮詢 我說五百多 真的是有點太高了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當然 我們你要少吃多動 你要多吃蔬菜 你不要 你飲食 老生常常我們先跟他講了一遍之後 那最後問題來了 要不要吃藥 那說實在五百多真的太高 我跟他說 你配合我 好好吃藥 你先吃三個月 吃藥一定會見效 你好好吃藥 然後當然後續 你還要配合你的飲食運動 來把這些藥物的作用 慢慢來把 你先吃三個月 把他取代掉之後 你可以 再把 你才有可能 恢復完全不吃藥的狀態 OK 那我後來 先跟他解除他的心房 先跟他 先跟他叫心一下 然後跟他說 藥物有機會 可以不用完全 不用一直吃的 果不起來 那三個月之後 他其實就 兩百多 兩百五以內 但我們標準是一百五 其實 以我們心臟科醫師的觀點來看 其實如果 一般來講 兩百以內 就算是可以接受 你一定要到一百五以內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有點強能所難 那我這時候 不管能不能接受 一定要先降下來 先降下來 先把他危險 先把他解除再說 那OK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現在可以先兩天 可以兩天吃一顆 就是減半量 然後後來三個月之後 再一百八 那我就覺得 他自己看到素食 他覺得很高興 對 然後就跟他說 那我們再減 你把它當成保養品 大家不是說很喜歡吃保養品 吃保養品 大家都吃一堆對不對 你就說 你把它當保養品 三天吃一顆 或是你今天覺得 你今天覺得吃得比較油膩 你只把它吃一顆 後來就一直維持在 在一百八左右 那我就幫他說 那不然我們就停了 你自己飲食運動 你自己好好控管一下 你今天吃得比較油膩 你隔天可能就吃清淡一點 自己就是這樣子 後來持續追蹤 就維持在一百七一百八 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就這樣 三個月到半年 定期追蹤一次 對 就停了 每位醫師都講到三高問題 是 然後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做健康檢查 檢查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傻眼 因為我居然是 然後我第一個回答醫生 我這麼瘦 我為什麼會講 為什麼 對 然後醫生說 你可能要回家問一下 你們是不是家族 結果我問不知道 一問我七個兄弟姐妹 每個人都膽固醇過高 對啊 這是遺傳 可是這種家族性遺傳高的 我反而比較耐中風 真的 好像三四百都不會耐中風 一般人大概三四百就中風 會不會這樣 比較耐 比較耐 會不會半可能兩百就中風 沒有啦 可是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中風 是嗎 對啊 家族運動會 會有這種血脂流那種 對啊 可是我們很無奈 家族一床 其實我們家都吃得很清淡 其實膽固醇 有時候你光靠飲食運動 很難降得很好 很難降得很難 因為它是那個 但你不運動更慘 會更慘 對 你現在如果是家族性的遺傳 造成你本來都有膽固醇高 常常不小心就兩百多 對 不要說不小心 你可能很小心也兩百多 對 你就是家族性的 你就是喝水很可能也是兩百多 對 因為它是內生性的 可是現在就很講說 你因為是處於高危險群 高危險群其實你就是 必須要趨吉避凶 你就不要比平常人更小心 對 其實好的膽固醇提升最好的方法 我們現在有些藥物 可以提升一點點 但是最好的方法叫做 所以你持續的有氧運動 把好的膽固醇提升 它其實好的膽固醇 具有保護的力量 所以其實你總膽固醇很高 但是好的膽固醇 如果比例高的話 你還是會 會把風險很明顯地這樣 所以並不是所有膽固醇 都是壞的 對 其實膽固醇是重要的 我們的膽固醇 我們很多的荷爾蒙 像性荷爾蒙 會讓你變成像男生女生 那麼漂亮 這麼雄壯 都是靠這些固醇類的荷爾蒙 對 導播不要再 導播不要再帶他上半身 很多人都高血壓 我這邊要講到 大家一旦得到那些高血壓 糖尿病就要一輩子吃藥 這是我們打個問號 但是我比較積極的想法是 你不要走到糖尿病跟高血壓 我們有一個十字路口 叫代謝症候群 就是說我們正常的血糖 是一百以下到一百二十六 就叫糖尿病 那常常有 台灣有成年人 大概有五分之一 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代謝症候 就是用那種三高 開始鮪魚肚開始大了 可是他又還沒有高到要糖尿病 就是高於一百 但又還沒有高於一百二十六 這時候就是一個十字路口 你這時候如果說 把你的代謝整個提升 把你的肌肉量拉大 把你的脂肪減下來 你有可能回到健康的狀態 這叫向左轉 你不理他 他就是向右轉 向右轉就是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 這個就吃一輩子的藥 所以大家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是腎臟科醫師 大家覺得吃西藥最傷腎 所以會最亂 會亂停藥的就是我 我這個 我的病人 可是你知道嗎 台灣最傷腎臟的 第一個就是血糖 第二個就是血壓 你把那些血糖 血壓 要亂停掉之後 整個腎臟摔絕來得更慌 所以我這邊提兩個 一個是 他一些症候群應該要努力 從飲食跟運動去改變 不要走到糖尿病高血壓 真正得到糖尿病高血壓 不要亂停藥 讓醫師來停藥 那有沒有可能 憑藉著 我說我行醫這麼多 有沒有看到那種病人 本來吃五種藥 到最後撿到是不用吃藥的 有看過 但是那個我覺得 不是醫師的功勞 是病人非常強大的 抑制力造成的 我就舉那個案例 那個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糖尿病又高血壓 然後他來找我的時候 已經吃五種藥 兩種血糖藥 兩種血壓藥 一種血脂藥 然後他吃 已經吃兩年了 然後他之前那個醫師 就叫他每三個月回診一次 每三個月回診一次 又一直吃 一直吃 可是他為什麼來找我 因為他五年前 他腎臟因為長那個 腎臟一顆已經切掉 他剩下一顆腎 那他又吃 他有糖尿病又高血壓 他就問洪醫師 我將來會不會洗腎 我說你洗腎機率滿大的 我想說因為你只有一顆腎臟 你又有糖尿病又高血壓 對 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藥都停掉 就不會傷腎臟 我說拜託你不要亂停 你停掉之後血糖血壓更高 可能會更容易造成腎衰竭 可是我說只有一道希望 你如果要停藥的話 很簡單 你要努力的飲食跟運動 把那個肌肉拉出來 然後把那個我們的血糖 跟血糖整個降下來 好 它非常有毅力 它半年來之後 就開始真的是努力的 它把澱粉類的食物吃到非常非常低 那吃一些優質蛋白 然後優質的 其實有些優質脂肪 是可以吃一些不飽和的脂肪酸 像一些堅果類的 魚油 橄欖油 苦茶 還有這些都是好的優質 這反而是可以增加你膽固醇代謝的 那他真的是非常 他半年降了8公斤 我幫他量一下 他的血糖只有102 然後血壓120幾 那我是想說 這應該是吃我的藥控制的 他說不是 事實上他完全停掉了 他自己停了 他三個月前 他已經就已經把他停到剩下三顆 那最後 最近一個月 他把他所有的藥都停 但他自己一直有在量血壓 測血他 他如果維持目前的生活模式 是可以停掉了 那我就要叫他 我謝 我說你一個月回來一次 那如果說維持如此 我就不開藥了 他到目前一年了 都沒有再吃藥 那就維持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棒喔 可是這不是我的功能 這是他真的很有意志力 把他體重整個都減下 你能把脂肪減下來 肌肉拉上來 這個代謝是可能 回到比較年輕的時候的 我覺得剛才聽所有的醫生 你們每個人講的話 我都非常的感受很深 因為我現在 正在經歷這件事情 像 因為我大概差不多7 快8年前 我被告知說 我一定要吃甲狀腺藥 來控制我的甲狀腺低下 然後後來到連包括我懷孕 到生產完了之後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可不可以停 可不可以停 結果後來等到大概差不多 產後4個月的時候 很明顯的就是 我又開始發生了 甲狀腺的問題 因為我就開始腫起來 又發胖了 然後你知道 我就整個人就是覺得 為什麼就是一直在循環 就很悶 然後我就回去找我的醫生 然後我醫生就開始 就是要量 就一量 我又開始低下了 而且他又說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有變胖 所以我的那個 就是內臟脂肪也需要降 所以他就給我開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吃甲狀腺藥 還要再吃甲狀腺藥 而且也是一樣 感覺就是要吃一輩子 他就說沒辦法 你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你才有可能 可以下降體重這樣 所以我就連續 乖乖的也吃了 就吃了甲狀腺藥 還有甲狀腺藥 過了4、5個月 我真的還是沒有瘦 真的就是沒有瘦 然後我就很 我就覺得也是一樣 就你知道 覺得 我不是不聽醫生的話 我只是覺得 我應該對我自己有信心 你知道我可以這樣 我就真的就自己停了 但是我停的是血脂藥 然後那時候 我就不敢停甲狀腺藥 就在這個同時 突然之間 我有個朋友就介紹我 去看一個很厲害的中醫 因為那個中醫 他就是 他其實有成功治過 就是甲狀腺有問題的人 所以我就真的去找他 結果我一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可以先 為了要吃這個藥的話 你可以先停一下 你的甲狀腺藥 我一聽 可以停甲狀腺藥 我多開心 我當然馬上立刻就說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醫生幫我開的 都是一下子 就是至少一兩個月的藥 我就立刻把它這樣 丟到旁邊 完全不管這樣子 很瀟灑 對 就很瀟灑 然後我就開始吃那個中藥 結果你知道 吃那個中藥第一個月 我真的覺得 完全沒有再腫起來 真的感覺很有效對不對 然後後來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我也覺得體狀也OK 我真的擺脫甲狀腺藥了嗎 然後結果後來突然之間 從第二個月開始 我就開始 然後我突然之間會有那種 很容易易怒 就感覺自己 開始懷疑我精神狀況有問題 就是我感覺我荷爾蒙出問題了 然後我後來就是撐了 大概三個禮拜 也就是大概差不多一個月前 就是現在的一個月前 我才突然意識到 我真的需要去看一下這個問題 結果就一看 我其實去找心臟科 因為我胸悶 胸痛 他幫我一檢查 他就說其實關鍵就在於 你自己停了 對 然後我聽到 我就這樣 所以我現在又必須 因為我一下子 又在這兩個月當中 又突然又變胖了 所以我就必須一定要再去吃 不然我就是整個心率 也就是很難控制 體重也難控制這樣 那我們製作當然滿厲害 做這個主題還知道找你 他怎麼知道你 沒有 就一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我這些 我真的就是那種 我一輩子必須要吃藥的人 所以你知道我 你們製作單位要打多少藝人 問你有沒有這種病 對 你知道嗎 你現在知道嗎 通告發過來 不是那麼容易 對 但是上這個通告不用練才藝 有病有病 這 生病也是這種才藝 他現在找到對病 你如果說今天要談這個病 你講那個病 都沒有意義 對啊 所以你很厲害 我剛剛這樣聽 我就想 製作單位要找到你 那他怎麼知道 你有這個病才能找到你 而且我那時候人還在國外 他們打電話來 一講這個主題 我說 我現在住在經歷這件事 所以真的 真的 吳翔請問一下 真的假狀線 因為我姐也有假狀線低下的 我那也是姐 所以真的要有一個 妳是來混通告的嗎 對 妳也沒說 有 那敢不準 敢不準告 對 而且我是看不出來 敢不準告 那我跟主題那邊 我膝蓋受傷 其實我在醫學院的上課 我每次最後一張 抛噴我都放一張 就是說 我們其實疾病 只有 那通常要改善他們的症狀 那總是要安慰病人 就是說其實真的病 能根治的病不太多 我們的生跟死中間 是老跟病 對 所以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些小病 我們都是和平共存的 這個世界本來就這樣子 我們體內也跟很多抑菌 都是和平共存 所以必須養成這種習慣 但是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我第一次去看我的同學 耳鼻歐科的專家 我說我這公平性鼻炎都不會根治 他說你如果能根治 那我就沒飯吃了 他跟我開玩笑 就是說 實際上是在靠生活形態的改變 有一陣子 大概二三十年前 台灣很流行那個 一個很恐怖 大家都當時覺得很恐怖 就生殖器泡疹 那很多人到現在都一樣 就說 醫生 這不會根治啊 這個書 這個電腦 上網一查書上都寫不會根治 我說不要緊張 不能根治的病很多 連香港腳都不太好根治 都很難根治 明年又來 他說你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那很多病人也說 我這個為什麼沒進感染 每一年都一直複發 對 我說 陰道磊一樣 我說你必須 讓你免疫力提升 免疫力提升很重要 讓你的生活形態改變 你如何讓你這個 泡疹不再複發 或者減少複發 比方說如果他 本來幾個禮拜 幾個月就複發一次 你現在變成 那不是感覺上 有如治癒一樣嗎 很多病人就這樣 改善 第二個我將舉一個例子 我看小禎 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說 他本來多拿去卵巢 自從小禎得這個病以後 全台灣的婦女 大部分都知道這個病 很好的代言 對 很好的代言 所以我們要知道 明人要多得一些病 教育民眾 沒有 他大常常也是 藝人代言 對…都是這樣 所以教育很多人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 吳醫師提到這個 像李登輝總統 他真的讓很多人 就有信心說 他已經得了這些 三高的病已經 三十年以上了 還裝支架 這麼好啊 尤其算 不但都是做 有時候還更罵的 對 對力道還滿大的 還要干預一些事 各位可能不知道 各位可能不知道 其實蔣宋美玲 蔣夫人 她得了乳癌之後 再活了半個世紀 所以很多乳癌的病人 你應該感到說 不要那麼沮喪 她還活了半世紀 活到106歲 所以她在五六四歲 就得乳癌了 所以實際上 不要這麼的 想得這麼悲觀 我有一個 子宮肌腺症也是一個 很多病人很苦惱的 一個40歲的婦女 她來門診跟我說 她很多醫生都跟她說 子宮要割掉 子宮要割掉 我說我只問妳一個問題 我知道妳驚痛很厲害 她說對 那我說妳出血量很大 她說也對 我說妳不孕 她說也都對 三大症狀她都有了 我說那妳 問妳一個問題 妳想不想生 40歲想不想 她說想 我說有 很想 老公呢 她說她也是有想 我說那子宮不要割掉 不要割掉 為什麼我說 我對這個病就兩句話 我一直 我的書上一直都寫這兩句話 就說想生的 不想生的 斬草不除根 這兩句話 就是我的意思 因為這個病是 子宮內膜充滿子宮壁 整個子宮都是病 那如果想生 妳割掉就沒有機會 對不對 她說那這樣 我想最新出來 這個新藥好像不錯 我說對 可以讓妳不會驚痛 但是妳想要生的話 恐怕我們吃段時間以後 就停藥 來準備讓妳懷孕 她說那等一下 如果我不想生的話 我說 我說不是 先假定說 萬一生不出來的話 我說好 如果生不出來的話 妳最後還是那個的話 妳會再回來 會再復發回來 那我們就再來吃藥 這時候妳再來決定 妳要開刀還是不開刀 那時候我就說 看妳的需求 其實每一個病 都可以根據這個需求 來跟妳醫生商量 現在是個別化的 治療的時代 可以 能不能 能不能 是不是每一個藥 都一定要吃到老 吃到停經 吃到生命的終點 不是一定的 就是說 妳的生活型態的改變 小禎後來又做一個 很好的示範 她體重減了 好像三十幾公斤 三十幾公斤 又很多人得到勵志 我就有一個病人 她因為她是因為 腦下垂體是因為 高密乳激素症 有一個很小的那個腫瘤 在腦袋瓜裡面 那我跟她說 這個吃藥就可以了 不用開刀 因為瘤很小 吃藥就控制下來 後來我跟她說 我總覺得妳這麼漂亮 如果能夠再減重一點 一定更好 結果她減了十幾公斤 從六十五公斤減到五十二公斤 她的同時存在的東端性暖槽 居然抽血完全正常 結果她說減重效果這麼好 我都不知道 我說我以前就跟你講說 她跟體重的關係 跟東端性暖槽 好像互為因果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把體重先減下來 她跑去做好好的運動 就這樣效果就相當好 十幾小子很辛苦 她光踩飛能踩一個多小時 好厲害 她到美國去 她還找健身房 對 像我到澳門我也找健身房 對 找了之後就球鞋還拿過來 結果球鞋也沒裁鋒過 我找到健身房 我也有這個經驗 就是我以前去的時段都是晚上 就看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去的時候 結果後來我變成 早上九點鐘 我一看 都老行 我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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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肌肉好大 如果一組之從性不好 那個自己停藥 不按照一組之藥 絕大部分的理由 是因為他的藥物 不是完全了解 一直半解 錯誤觀念 我曾經碰過一個個案 在非常非常多年以前 他這個人 他當然一組的東西也是不好 可是他為什麼不好 他不是不了解 他是太了解藥物 為什麼 就是有一些藥物 真的會有一些 比較特殊 或是腦人的副作用 副作用 大家知道癲癇 癲癇其實一旦被診斷 而且他找不到一些 可矯正的因素的話 就是你的腦純粹在 不正常放電的話 基本上他就真的需要一個 中長期的一個藥物控制 當然其實有一些人 是可以你控制穩定 發作頻率降低 腦不再放電之後 一直會嘗試 慢慢慢慢減藥 在以往癲癲的選擇藥物 其實沒有幾種 那這裡面有一個 我們最常用的藥 英文叫Dilentine 這藥是很常用的 中文翻譯更绝 Dilentine 它叫癲癇 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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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拿這個藥 還不吃 現在按了一半 我拿在身上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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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高中的女生長得漂亮亮亮 她常常去癲癲癲發作之後 就被家人送到接 Graz 她就把這個訪單拿出來 從頭看到我 看看看 癲能聽 其中有一個副作用叫什麼 叫牙吟 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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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副作用就不得了 什麼 年輕女生愛漂亮 我們知道牙吟 人生男生是女生可能就很不太喜歡 你見到了一個副作用 所以他一看到這個副作用之後 那後面他去查資料 他想說這牙齦增長的發生率 不是很高 可是如果在長期服用的病患身上 看還是有可能發生 長期服用 他怎麼辦 所以他就常常就怎麼樣 吃吃吃 他就不吃 因為他怕牙齦增長 所以一不吃了之後 因為畢竟你沒有控制 他就一段時間 就癲癲發生之後 就送來計程室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他擔心這個藥物的一些 很特殊的副作用之後 他沒有按照醫生的意囑吃藥 那就剛剛講癲癲 如果你剛剛 如果你是吃一段時間 然後腦波的不正常放電 如果有改善控制 醫生其實會慢慢慢慢幫你調藥 讓它降下來 好 接下來看 好可怕這些治療做了 再也回不去問 我來講一個有關 我們急診最急的 就是那種創傷的 一來撞了血漏模糊 或是撞到頭 就意識不清了 那前幾年有一次值班的時候 那個病人才十八九歲 那車或騎摩托車 還好他有戴安全帽 他戴安全帽 撞到都已經昏迷了 如果他不戴安全帽 當場應該就走掉了 那我們後來就擦了一個氣管內管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他大概過了兩個禮拜 沒有血 沒有血 因為他有腦出血 可是出血量又不是那種很 局部在某個地方很大量需要開導 他是弥漫性的 散載性的 那過了兩個禮拜 昏迷指數他只有五分六分 家屬就開始面臨一個抉擇 他有一個氣管的插管 在右邊這個 管子很長 二十幾公分 那管子這麼長 其實對病人更加不舒服 他有幾個很大的壞處 因為放在嘴巴 嘴巴根本沒辦法清潔 第二個他雖然陷入一個半昏迷狀態 其實他喉嚨一直東西頂著 其實他是 要睡也沒辦法睡 要抽痰又很難抽 因為那個死角很多 你看其實這管子不到十公分 短短一根 他沒有什麼死角 不用緊握嘴巴 就在脖子這邊 那這個時候抽痰 那個抽痰管要進去也不用那麼深 病人也比較舒適 那當然家屬會很困難 去做這個抉擇 因為他的小孩才十八九歲 最難過的就是 如果他也走不了 那當然家屬會有這樣的陰影 可是我們當時評估之後 我們覺得他的小孩有機會 他後來真的聽我們話 做了這個氣節 所以他這個氣節做好之後 他的呼吸跟呼吸配合是順的 不太容易肺炎 等於我們讓他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去往復原的方向走 大家知道他什麼時候醒來嗎 過了五個月後醒來 而且幾乎沒有後遺症 當然一開始 醒來之後他的手腳 因為昏迷太久會有點亂縮 那就透過一些復健 再過幾個月之後 他現在根本就回到 他原來的生活狀態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其實醫學名詞非常的深 大家都聽到說 擦管 擦什麼管 氣切 氣切又是什麼 氣我懂 切我懂 可是氣切兩個字 切成我們真的不太懂 切哪裡 那個呼吸內管其實就這麼長 二十幾公分 而且滿硬的 擦在病人身上真的不舒服 他就像什麼感覺 大家應該都有去看過 耳鼻喉科醫師 也有被放過鴨舌板 就是那個鴨舌板 24小時壓在你的身頭上 那很想吐 那種感覺會讓你很想吐 所以稍微有意識的變成來講 是一種折磨 但是因為這個上面還有一個氣球 因為我們怕這個會漏氣 因為我們需要接一個呼吸器 監測 那這個氣球會打起來 這打起來就會有壓力 壓力的話其實 病人這個胸口這邊 就會覺得脹脹不舒服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放了十幾天 也許他的嘴角就破壞了 然後就爛掉了 放在舌頭上 也許舌頭上面就會出現 潰瘍 所以我們那時候 大概都會跟病人說 要不要考慮做個氣接 但是只要我走到病人的身旁說 要不要做個氣接 病人馬上就流淚了 然後跟病人家屬說 這杯杯帳已經這麼久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做個氣接 病人家屬也流淚 因為他覺得不敢 我的爸爸就這樣躺在這裡 然後又做氣接 好可憐 其實當我幫這個病人 做完氣接之後 這病人又流淚了 因為他覺得好舒服 這種東西就是 你沒有經過這種改變 你不會知道 但是氣接有個缺點 因為氣接它是在 氣接口會坐在氣接的下面 所以做完氣接的時候 沒有辦法說話 但是氣接管如果拿掉 其實它其實是可以發生的 還有一些病人 譬如說是下咽癌的病人 因為他得了癌症 因為他這個癌症 就長在他的咽喉這個地方 其實他對他的呼吸道 是非常的危險的東西 所以在手術過程中 我們一開始就先幫他做氣接管 為了是說怕這個病人 他這個呼吸內管 整個抽掉之後 抽掉之後他可能 旁邊還是會血腫快壓迫到他的呼吸道 會有呼吸上的困難 但是這類病人 其實等他脖子消腫之後 其實這氣接管都可以拿掉 他自己會自己癒合嗎 對 他自己會癒合 但是這裡會留一個疤 對 但是這個疤並不是那麼明顯 那其實我還遇過一個病人 他很年輕 他就是出車禍 出車禍之後昏迷了 他的家屬很堅持就說不行 我一直 我絕對不讓他做氣接 因為我覺得這樣違背 我們家的一些傳統 他開的家庭會開了好多次 他就是不讓他做氣接 因為他覺得他就是要保持 他身體上完整 對 很完整 那這個病人其實也滿幸運的 因為他年輕 年輕的女性 那他很順利的在一個月之後 把這個氣接 把這個呼吸內管 這常常呼吸內管拿掉 拿掉之後 突然發出 的聲音 哮喘 發出一個高頻的聲音 哮喘 後來我們請胸腔內閣 去幫他做一個內視鏡 發現說其實他放這個呼吸內管 氣球打的那個地方 長了絲肉 長了絲肉 因為它又很下面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幫他做刮除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只好在它更下面的地方 再放一個氣接管 結果這個氣接管 因為它絲肉長得很快 後來它上面整個都封住了 因為它這個氣接管就跟他一輩子 對 它這個氣接管跟他一輩子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拿掉他就沒有辦法呼吸 那不能開刀把它清除嗎 因為清除之後他還會再長 我剛剛醫師講那個就是 面臨這個家庭會議插管的 這個這件事情 就是發現在有岳父 在去年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第一個他老煙腔 然後再來他是屬於感冒 不看醫生的 他一定要等到就是好一點 他才會去看醫生 每次會來的時候 8年的時候不看醫生 我好一點我就會去啦 你說不喜歡這種 然後後來那一次他就不去 結果就真的是感冒 然後病發肺炎 然後再肺農癢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也是 突然有一天他呼吸非常急促 然後結果發現他就一直說 快點 我吸不到 吸不到這樣 就是跟我舅子講 結果送到醫院 那立刻一照的話 那全部 大概右邊有一半都是白的 就是除了肺農癢之外 要馬上做引流 但是那時候他可能呼吸 又已經馬上衰竭了 就要馬上做插管這件事情 那因為事情實在來得太突然了 那其實對我來說就是印象 插管都是不好的 因為我父親10年前也是生病 然後最後是為了要把他送回家 就是插管 然後再打了那個生押劑 然後送到家 然後把管也是在家裡面自然死亡 所以我會覺得說 插管這件事情 對我跟很多人的記憶來說 他就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本來想說 要不要就是不要給 不要給我岳父做插管這樣 結果我們都還沒有討論 其實最理性的反而是我老婆 因為我老婆是當護理師 他直接走到護理站就牽了 就先插管再說 可是那時候一插管治療的時候 其實一剛開始 他有一些昏迷的狀態 都沒有醒來 而且那時候醫生也講了說 如果這個沒有醒來的話 就是你們自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時候我想說因為 其實在我心裡面一直有一個 有一個 覺得我不想再發生的遺憾 是因為我父親很年輕 10年前就離開我了 然後因為結了婚 我因為有岳父 所以我覺得我有爸爸的感覺 那那時候我就很... 就覺得跟我老婆說 這樣子好嗎 我覺得我不想要再沒有爸爸 所以但是他就說 不行 你一定要相信專業 所以好險 他是一個很理智的護理師 他牽完之後 雖然最後的治療是在 交互病房上面躺了快一個月 他還昏迷了快一個月 而且插管那感覺真的很痛苦 他已經嘴巴在那邊全破 而且他在門牙上面的牙齒 是全部掉光的 而且他是瘦到你知道嗎 因為瘦到那個 他的大腿大概比我小腿還細 那本來想說在絕望之下 但是後來我就跑去那邊鼓勵他 我說爸 我說我只是你一個爸爸 你不要開玩笑 結果後來講完之後的 差不多隔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醒了 對 那也順利的把管子拔掉 那時候我抱他下床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輕 非常非常瘦 他真的連踩在地板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他大腿全部萎縮 萎縮掉了 對 那時候我就是 就是把他帶回家 然後因為我們家有社區健身房 然後就帶著他開始走路 帶著他開始游泳 帶著他開始騎腳踏車 一直到現在又回去山上了 一樣 因為我覺得個性 對 就是我拍 剛開始拍親戚不計較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才2月多 剛過年完 我爸就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就覺得可能是感冒 然後就一起去看醫生 看耳鼻喉科 可是怎麼看都看不好 然後到後來是我哥堅持 把我爸綁到醫院去 綁到長根去做檢查 但是一檢查出來 我爸爸就是 肺癌默契 肺癌默契 然後因為我爸爸的肺癌那個 是長在脊椎跟肺的 大動脈中間 所以不能的 然後因為我爸爸年紀又大 那醫生說 還是不建議我爸爸做化療 因為我怕我爸爸做化療 會堅持不下去 但是那時候我爸他就說 我想活下去 我想活到 肯定過你結婚 肯定過你生小孩 所以我爸爸他就 他就堅持他要做化療 可是才做完化療 一個禮拜吧 我爸就 他就不能夠自己課癌 沒有辦法自己課癌 那沒有辦法課癌的情況下 我就必須插管 就像剛剛醫生壓的那個 二十幾公分的 每次他抽癌的時候 就是三個護士 兩個護士壓著他的手 然後一個護士去插管支 然後抽出來癌 不只有癌 我每次看到我忘了 我都很難過 然後可是他不把癌抽 結果我爸爸又不能呼吸 那時候醫生也沒有跟我們講說 有所謂的器材 都是要抽癌的時候 才幫我爸爸插管 然後每次插完管之後 就會給我爸一個呼吸器 那呼吸器還滿長的 我記得有一次抽完癌之後 我爸就比著那個呼吸器 他叫我把他嚼死 因為我爸他很難受 因為他沒有辦法講話 其實他不只喉嚨擦管 其實那時候已經都有擦到面管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兄弟姐妹事後 因為我爸爸 不到一個月就走 三月住院四月份就走了 可是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在想 如果假如當初沒有答應 讓他做化療的話 他會不會走得比較慢 走得比較不會那麼痛苦 所以這就是剛剛所面臨的問題 醫生的決定跟家屬的決定 在疾病治療過程的重大決定 家屬都會開家庭會議 但是如果以往的家庭會議 大家是閉起門來自己開 因為自己開 你會面臨很多醫療上的抉症 又不了解的時候 你們就常常去講說 有人堅持要做期間 有人說不要做期間 因為這背後 因為各式想法 其實都不是在一個 專業的醫療基礎上 那現在我們會說說 家庭會議說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到醫院裡面 和醫生一起開 對 因為我們現在醫院裡面 開很多在 尤其是癌症病人 或是重大疾病的病人 或是一些重大的治療抉擇上的情況下 我們有很多就是已經插管之後 家屬說 我到底要不要給他 把管 撤處 撤處衛生的器材 所以像這種家庭會議 一定要有醫生 其實不只有醫生 我們還有 甚至有些有 所以家庭 如果大家是在臨床上 碰到這種很難覺得的時候 要開家庭會議決定的時候 大家在醫院裡面 醫院裡面現在不僅是 讓團隊參與家庭會議 大家會靜下心來 和醫護團隊討論 怎麼樣做決定 是讓對病人最好的 我這幾年召開的家庭會議 都是大部分都癌症病人 我發現 越來越多病人 親自說 我要表達我要不要再 我聽完之後我要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接受這個化療 繼續再走下去 還是 所以我覺得越來越好 大家的觀念越來越正確 是非常好 其實這個插管 不管是插哪些管 大家一聽到插管 大概氣管內插管是最常見的 接下來就是氣切 其實我們在長期照顧老人的過程當中 其實常常碰到所謂三根管的病人 就是他插了三根管子 除了這個氣管之外 他還有一個鼻胃管 還有這個導尿管 這些其實他常常都是在照顧上面 比較常碰到的管路的問題 那講到這個鼻胃管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很多人其實對鼻胃管 一個是畏懼 那其實我常常碰到的個案 常常比較多的是 家屬要求要插管 就是他在照顧上面 他已經沒辦法餵死他了 或者他覺得餵死的時間 花掉他很多的時間 他會來要求說是不是插個鼻胃管 那我先解釋一下 這鼻胃管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其實聽到鼻胃 不是嘴巴才通胃嗎 鼻子怎麼會通到胃 其實我們就在上呼吸道的地方 跟這個口腔的地方 它消化道跟呼吸道的事實上 最後是病通的 所以鼻腔上面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從鼻腔 一直實上是通過喉頭之後 再通過食道就不到胃 所以其實是可以通的 是通的 對 我們的呼吸道實上也是從鼻腔 但是通過這邊之後 就進入氣管 然後到肺 所以其實只要在 我們的操作的這個技術上面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管子實上是可以放上去的 而且我們在這個插之前 當然是會量一個固定的長度 就是讓這個長度 剛剛好是到達胃 那其實會碰到一些個案的 就是比較難插 難插鼻胃管 比如說它如果已經插了一個氣管插管 其實這個胃管就很難進去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的技術 包括實際上從口腔裡面 經過喉頭 再讓它順下去 讓它進入真正的這個食道之後 再把它插下去 而且也會算距離 所以通常插管基本上是安全的 只是說現在可以談就是說 鼻胃管本來是一個急救用途的 它有幾個重要的指示 比如說胃部出血啦 或是東西必須要去清除啦 中毒啦 這是在急診上面必須要做到的 那常常碰到在我們這個家庭醫學科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 到了長期照顧的時候 碰到的問題都是 病人無法吞咽 那它最後其實血管也不太容易打 或者說它的狀態 其實適合它的消化道直接吸收 不一定要從靜脈裡面 給營養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碰到比較困難的是 常說 依照我們現在的長期照顧的指引 其實病人只要能夠吃 最好還是經過嘴巴吃 因為病人的阻絕動作實際上會讓它比較能夠維持它的功能 你如果連它這個阻絕的功能都把它剝奪了 把它灌了一個鼻尾管下去 它其實就缺乏了它跟環境溝通 跟它自己溝通的一個機會 可是我們常碰到的就是比如說家屬會要求要放鼻尾管 這是一個狀態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慢慢對於長期照顧跟生命的終點 包括像安寧聊戶 越來越了解之後其實知道人的 人走向死亡 這是一個人生必有的路程 在它狀態已經到達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應該做子女的做清楚的應該有點理解 就是說它其實就是自然的走向這一部分 它也許越吃越少 越吃越少不是說它胃口不好 它生病了 而是它到生命的這個階段 它其實需要的熱量能量 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 它其實還是人很清醒 它還是可以做得好好的 我最近就碰到一個個案 這個病人本身已經九十幾歲了 那在家裡他其實這段時間他本來就瘦 那他這幾年越吃越少 家裡人就很擔心 每天就買補品 強迫他吃 他就想說我就不想吃 你為什麼要逼我吃 結果有一天他突然發生一個嗆壳 人就昏過去了 照顧他的那個女兒 一看他爸爸昏過去了 怎麼辦怎麼辦 立刻打電話叫救護車之外 從三樓把他爸爸這樣背下來 從三樓這樣 一路這樣扛下來 他爸爸比他高 那腳就拖在樓梯上了 一路一路爬到 就滑到一樓去 救護車送過去 送到醫院去給他插管 把他救回來 救回來之後 很快的管子也拔掉了 就他其他功能還好 腿彎 但是出現一個腿彎彎 腿磨傷了一大壺 後來就是蜂窩組織炎 後來變成留在醫院裡面 為了治療那個感染者 那其實其他的子女回來 都已經知道說 他的爸爸這個情況 已經很多年了 如果當時嗆壳昏過去 他其實並沒有太大的痛苦 也九十幾歲了 其實在那個情況之下 如果大家要知道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 自然發生 生命的過程 這個就OK了 就不需要再經過這一趟 這一趟把他救回來 結果情況並沒有改善 反而多了一個 折腾的腳 對 那子女算孝順的 當然是算孝順 但是就是說 其實親屬之間也會覺得說 這個孝到底是真正的孝 還是余孝 這種孝其實未必是真正的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出這麼多故事 不要再誤會治療的過程 藥物使用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跟醫生來討論 找到最好的平衡點 謝謝大家 多汁蔬菜水果 可以降低氣喘的發生率 根據法國的一項研究指出 對於沒有氣喘病史的人 可以降低20%至30%的氣喘發生率 如果之前曾經罹患過氣喘的病史 甚至可以降到27到60%的發生率 平均不等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多汁蔬菜水果裡面 高含有抗氧化的物質 可以減少氣喘的發生 國民健康署更提醒 有患有氣喘的朋友 要做到四點 第一個要保持乾淨 第二個要隔除過敏原 第三個要杜絕菸害 第四個更要隨時回到門診 按時的服藥 接受正規的治療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